本吴燕童赛华怎么找到这儿来的呢 他是跟兵伐凉山五路元帅的第二路帅 双枪将总平一起来的 那次在同志寨 燕青背走了欧阳先生 他和生铁佛追燕青 后来把燕青追丢了 他谁也找不着了 童赛华这火窝大了 燕青也没了 和生也跑了 哥哥也死了 他赌气回到同志寨 把这钱财就散了 给他装兵匍匐丫鬟分一分 然后他留下一个贴身的小丫鬟 又把同家寨的那个管家同邦给叫到跟前 带上些细软东西 咱们走 同邦就问他了 小姐咱们上哪儿去啊 上东京汴梁找我大哥去 他大哥厉害呀 支掌疏密万 就那老贼同贯 说完之后 同赛华一把火 把同志带烧了 就这么的 他带着这两个人 自己呢 女扮男装 为了路上行动方便 因为他在恶虎口这行 时间长了 谁都知道同大小姐 你是穿红挂绿啊 擦胭脂抹粉啊 怎么折腾都可以 姐着上东京汴梁这一路之上 那还不看妖怪啊 走得哪能过得去啊 不得闹得人山人海的 所以他把他哥哥的衣服穿上了 带上大衬 穿上剑袖 穿上靴子 英雄长 往马鞍桥上 这么一搭 橡皮的卷帘刀 往咬灵魂一挂 然后带着这俩人 就上了路 一边走着 这同邦一边合计 我跟你上便梁干嘛去啊 干脆 我半道偷跑吧 一天晚上投了电了 第二天 童赛华睁眼再找人 没了 同邦把他带着这些细软东西 全给背跑 把童赛华气得哇哑哑的怪叫 随后连电饭钱都没给 就打电里出来 电里掌握的火 就谁都没敢拦 这要拦这位 就看这位公子 把这大刀往外这么一滴了 打在这店就完了 这没钱也到不了东京啊 不要紧啊 有没有周城府县呢 有 童赛华就找去了 直接就被衙门 不管你是大堂二堂书房 代客厅啊 把椅子往前 你拉坑吃 往那一坐 你得赶快给我准备酒饭 吃饱了 喝足了 你还得给我拿盘费 知道我是谁吗 东京汴梁 天子 书密院 同贯的妹妹 虽然不是金枝玉叶 可也是千金小姐 你还别说 好多贪官污吏啊 都让他给唬住了 真都是把他净如天神 就这么着 他也凑了不少盘费 就倒了便了 只找到同贯府 开始府门的门前兵 不让他进去 小姐 有你这模样的小姐吗 同财花呀 东京汴梁 这一年 他也来不了个一两次 府里的人呢 对他挺深 他那几次来呀 还都是坐着车 乘着叫 还穿着那女人的衣裳 像个小姐 今儿个呢 他根本一点也不像啊 所以人家不能让他进去 同财花火了 哦 我已经家破人忙了 到我大哥这儿来 你不让我进去 就是同贯他也不敢说这句话呀 他扬起手来 啪啪 一个五花盖领 把那门兵给打的呀 哎呦 鼻孔春节呀 然后他抬起腿 啪一脚 咔嚓的一声 把那腰给踹折了 这了得吧 什么人这么凶啊 打到同贯老爷的府上来 把他捉住 脑钩铁齿 棍挡刀枪 哇的一声 门里边冲出这么些人来 同财花 根本连眼角也不放 回身又咬名还行 嘎啦一声 把橡皮的卷镰刀就摘下来 好 你们太欺负人了 姑奶那声让你们知道 这得厉害 铜家带我不是烧了吗 这儿我照样把它点着 他把刀刚这么一横 听身后铜摸响亮 铜冠下潮了 有人告诉他 把铜冠气坏了 何人吃了雄心到胆 胆敢在我的门前吵闹 等他一坐轿底轿子落屏 打开轿脸举目 一看 哎哟 这是我妹妹 他赶快有教理吧 就出来了 把他手下人都给骂跑了 然后他就劝同在花姐妹 千万别生气 赶快到里面来歇一歇吧 从赛花见着亲人了 把嘴这么一撇 他哭了 这一哭啊 嗷的一嗓子 比驴叫都难听 那些门前的军兵一听啊 全都捂着耳朵吓跑了 铜冠把他让到了里面 兄妹这一叙谈 这才知道 这鬼魄梁山的人 大到了恶湖口 火烧了铜家带 怎么怎么怎么回事 要不怎么铜冠上殿洞本 他说的那么有鼻子有眼的呢 感情都是粉无眼 跟他说的 铜赛花还说了 说我有一个未婚夫 也叫水破梁山 这伙贼口给裹走了 他姓燕叫燕小仪 哥哥我无论如何呀 我得把你妹夫找着 我上梁山 哎呀 铜冠一听贤妹 那可去不得呀 那梁山哪是你去的地方 那虎贼口十分凶恶呀 现在就是铁度虎方 辣王庆全算在一起 也没有山东水不良山 朝屋盖送江 这伙人的事派大呀 铜赛花一听什么 不去 不去你在东京汴梁 这给我找一个呀 铜赛花一听 那算得了什么呢 金枝配玉叶 郎才配女帽 只要有猪不戒 还愁眉老雕吗 铜赛花这气呀 我是玉叶 我女帽 我那老雕啊 哦对了 我一着急说错了 妹妹您别生气 铜赛花闹得一再要走 铜冠还不放心 这怎么办呢 铜冠有铜冠的想法呀 粉无眼铜赛花 虽然是她一个书白妹妹 也是个妹妹呀 铜冠心中暗想 好狗还不三邻呢 何况我铜冠呼 可她拦不住她 哎 有了 铜冠猛的想起来 如今天子动怒 准备用五路大军包围水破梁山 扫平这个贼销啊 头路元帅徐明已经走了 徐明走了之后 太宇高求不放心 想把二路帅立即派上去 倒不是为了接应徐明 而是为了监视徐明 这事只有我知道 蔡京阳俭高求 我们几个人每做一件什么事情 都通气 咱们就得了 我让我妹妹随大队军马一块走 我好好的给她托付托付 这二路元帅跟徐明 还是名和暗不和 言和语不顺 虽然都是武将 他们相互不服气 金枪将徐明的名气大 这位啊 也不弱 二路元帅谁 此人姓董 单字名平 人称双枪将 不和就不和在这个枪字上 双枪将董平 不服徐明 徐明的金枪不是有名吗 你可要知道董平的厉害 他受过高人的传授 名人的指点 手中一对双枪 胯下卷脑女狮子 就他这对枪啊 不叫枪 那叫什么呀 他这枪很少有人 能叫什么名的 只一条枪 俩枪脑袋 两条枪 四个枪头 这对枪的名字 叫落影追魂 怎么叫这么个名呢 是按着那长寿名叫的 有这么一种长寿 七寸长 一条长寿俩脑袋 一般的那个蛇呀 都是爬呀 他这个不 走路的时候翻根头 别名草上飞 甭说咬你一口 啪 就往那人影上 这么阴落 这人是一百天 中毒而亡 董平的枪带机关 那枪尖带张嘴的 只要他手一份崩凰 嘎巴的一声 那枪尖把他嘴这么一张 就像长寿一张口扑 吐出了那个杏子一样 就这宗暗器 要打在你的身上 七天准死没活 能不能有救呢 只有董平能救 解药在他兜里呢 你说他去打你 他能给你解药吗 所以董平 没把徐宁放在眼里 别说徐宁 就连那玉琴林 卢索义和史文公 他也没放个心头 这回高求一派兵 五路人马发凉山 第一路把金枪将派出去了 董平心里老得的不痛苦 派他了吗 怎么派我是二路帅 哦 让我给他打架手 当街坯呀 哼 冲着高求 他没好意思说别的 等把兵派完了 高求悄悄的 把他带进了密室 白酒款待董平 这才跟董平说 老夫派你为二路帅 名为元帅 暗中省力监视徐宁 我看徐宁有通匪之心 就把东京变连成天楼京圣架的事情 跟董平说了 哎呀呀 把董平乐坏了 您就放心吧 太阳 只要叫我看出半点破绽 我都把徐宁的手机提一回 太阳服 高求厅在这儿 给他连满了三杯 一壮行色 董平刚要上拿走 同冠把他请去了 请他家里也是设宴款待 在九十宴前 同冠求他点事 请将军此次兵发水破梁山 把我妹妹同赛花带去吧 因为我的妹夫 叫水破梁山贼寇给裹走了 这个人要是带梁山遇害 那就作为罢论 如果没遇害 我听我妹妹说 她好不容易找到了 这么一个称心如意的夫君 请将军无论如何 助其一臂之力 能使他们夫妻得其团圆 我同冠必当重谢 开始董平啊 不愿意带这零碎 我弄这么丑丫头带着干嘛 可又却不开同冠的情面 董平也知道 蔡京阳俭高求同冠 串通一气 谁敢得罪这四个人 你能耐大呀 你大能耐也不行啊 人家一转摸摸就被你给收拾了 因为那在皇帝面前 说一半啊 那就天子身边的命臣 董平也知道 他怎么能不知道 朝中文武官 稍微有这么一点良心的那个官 见着这几个呀 没有不哆嗦的 董平就算答应下来了 然后霍同冠给拿了白银千两 这算我妹妹路途上零花钱 您给带着 就这么的粉无焰 同赛花 跟着双枪将董平 来到了住家庄 同赛花不知道这里头这些事 什么高蔡渝让董平监视徐明 他哪知道 一到住就说 他听说水泼大营就在前面落凤坡 他就闹着呀 要上落凤坡找燕青 董平告诉他 你何必着急呢 梁山贼寇不用咱去自寻 他会送上门来的 那哪行啊 谁管得了他呀 后来把董平也闹急了 心说呀 你去他妈就去吧 就这么粉无焰 单人匹马来了 到门前一找燕青 说是他找燕小乙 那是他的丈夫 你说宋青哪受得了 要不怎么铁下的宋青 在宋江集水跟前一丁要乐 宋青都不相信燕青 能有这么一位夫人 石谦这才打里边出来 开始石谦也逼过 后来他打定了个主意 我呀 我把你说回去得了 我把你说回住的庄税 让你想办法把那可恶的生铁佛 把他收拾 回来咱们再说别的 石谦这就是耍笑他了 哎呀 弟妹呀 你来的不巧啊 我兄弟燕青 他病了 哎哟 东塞华这回是知道了 怎么知道 生铁佛说对了 这燕小乙确实是燕青 那我也认了 我给燕青当老婆 我跟我的哥哥就决裂吧 我跟着燕青一块上梁山 这叫愣吃仙桃一口 不要烂性三框啊 所以他才下马 给石谦来了个万复 石谦这回可逮着你了 他就跟这位粉无言聊上了 我说弟妹 哎 我都听我兄弟说了 你戴燕青 可说是不错呀 称得起是一见钟情啊 燕青可没少夸你啊 夸你是文武双全的 金国英雄 夸你人品出众 落落大方 如花似玉 举世无双 达基西施 全比不上啊 石谦新说 我亏了心了我呀 有你这个西施吗 古上早这几句话呀 哎哟 把粉无言 童帅花给说的呀 飘飘欲仙 他愣没绞出来 石谦这是损他呢 他也绞不出来 为什么呢 天津喂了萝卜呀 童帅花是心里美 他听石谦说的呀 哎哟 滋润极了 是这么回事 可现在他急着 要问燕卜为什么病 石谦就告诉他了 说这个病呀 是由生铁佛那儿引起来的 石谦新跟我说了 要没有和尚跟着裹乱 哼 你们早已经啊 饮了喜酒 拜了花糖了 他恨得坏了 这和尚了 我的兄这脾气爆了 恨着恨着 他恨病了 他还说了 如果不把生铁佛 宰了勇士也不和小姐你见面 你看这事麻烦的 我们怎么差也不行 哪儿宰他去 我们得发兵到住家庄 才能见到这生铁佛 范吾燕听到这儿沉不住气了 请问人兄 那么这生铁佛 他现在在哪儿呢 他就在住家庄呢 哦 童帅花这嗓子 石谦差点坐地上 你说我这个天老爷 就这位小姐 纯粹是妖精 那你怎么不早说呢 这位仁兄你请回去 告诉贱亲 不用着急上火 不但他恨生铁佛 我也恨他 我哥们就死在他的手里 你说生铁佛 冤枉不冤枉 其实童帅花是 打的哥哥当靶子 打的是生铁佛 那童斩童帝一枚 躲开挨了这么一下 现在就给生铁佛扣上了 扣帽子扣帽子的 就写粉无印这儿留的 他告诉石谦 仁兄请您回到大营 告诉烂子燕青 不用着急上火 等我回到住家庄 多则两天 少则一日 我还返回落凤托 把生铁佛的那颗 出头 提来见燕青 哎呀那可太好了 您一不做二不休 葫芦也倒了 再让他打点油 干脆您就买那助理装 给他点就得了 好吧 仁兄 我是见机而行吧 请问仁兄 您尊姓大名啊 啊我这个 我是古象岛 燕千啊 童帅花一想 这还是亲大杯子 还真不远 再会吧 他把松拳抱了抱 飞身上马 一拨把头 回来住就说 大营门里边啊 那人都满了 全都往外看热闹 连吉士与宋江都出来 大伙就瞅着 十千站在那指手画脚的 跟这女妖精在那说话 也不知道他说些什么 说着说着 就看那童赛花 飞身上马 跑了 大伙全把大指挑起来 我说 我算服务 不愿人家十千说呀 在咱们水破梁山上 跑去咱们军事哥哥无用 就得让他了 宋江一听 各位贤弟 算了吧 你们别替十千吹了 在工作股上早一回头 看见营门里好多兄弟 都那瞅着他那喝 只见十千把胸脯这么一把 手这么一背 卖着四方步 回了大营了 童赛花呢 打马扬鞭回到 朱家庄 他带着三分器 进着庄门来 先见董萍 他得告诉一声 我上洛凤托回来了 董萍还真沾了心了 为什么 你说他去了 他要让人水破梁山 把他宰了怎么办呢 不管怎么说呀 来之前 童贯把我请到他家去 又真酒又不太托付了半天 这我不应该让他去 不让他去 这丑丫头他不干呢 正在这时候 说是童小姐回来了 董萍挺高兴 把童赛花给接到了里面 粉无怨进门这么一丑啊 哎呦 这神气不对啊 他看出什么来了 只见徐明满脸怒气 董萍也脸不开情 屋子里地上跪着好几个人 童赛花一打听这才知道 干清金枪亮徐明 派戴圣将军韩涛 压着豹子头 临终礼方 郭盛阳雄石秀 上东京汴梁 走到半路上 修车目龙 叫人给劫了 不单把目龙修车劫了 连压送修车的人都给劫走了 韩涛真把这几位英雄 给送到汴梁去了 哪有那事 半生将韩涛和金枪将徐明 定好了计了 这是晚得了的一个扣 说以戒为名 实际就把几位英雄救出湖口 送往水泊 那就直接由柱子庄出去 送的落缝泊不得了吗 哪能那么送呢 怎么也得封场做作戏呀 那样那不太明了吗 他得转这么一圈 这一圈还转出麻烦来了 走到一座高山 正往前守着湖庭 叨唠唠唠一声炮响 紧跟着一棒铜锣 杀出一队楼兵来 为首的这位债主身高八尺开外 伸到五倍熊腰 面皮黑黑色黑锅皮 抹着眉三角眼头戴 发现身穿剑袖 大红中间宝紫靴子 手里使着一队 水墨竹节钢鞭 出来往这一站也不念商鸽 一不要物 二不要钱 要什么 就要你这几辆秋车 把秋车放下 债主饶你不死 白生将军 韩潮哪能把这么一个小小的山 再往放个心上 他越马扬刀就过来了 俩人就要打上 打了二三十个回 十个回合 哎呦 这位债主 渐渐的就不行了 边法有点散乱 韩潮的刀好厉害呀 杀的这债主 片体身体 浑身是汗 眼看着就要伸手易处了 丧在人家刀头下 正在这时候 就听那树林子里边 有人喊 哎 云地 有得惊慌 一声 来 随着这一声喊 和这些龙兵 二龙出水 往两边咱们一闪 听 一声讲 韩潮在马上 勒江绳提大刀 举目一看 勇大的树林子里头 出了一个和尚 好和尚 练死僧身高占二 绑阔三平 面皮黑 黑中透亮 一双扫子眉 皮叉拔叉 叉额绝住 并边大火眼 黑眼珠特别大 白眼珠特别小 黑眼珠 在白眼珠中挤围了几成 一道馅 人家说这样的人呢 胆子大 通关北梁 四方阔口 大耳垂伦 身上穿着青森衣白护脸 腰记丝刀 大红中衣白袜的 开口僧鞋 在火雷下带着一把借刀 绿霞鱼皮 翘金风口 金寿面 金世家 大红的刀袍 三尺多长 随风之白 鞋尖带位 背着十八颗人面 骷髅骨的铁素 一颗四金尘 拿入金穿的 手提一条 冰铁缠价 一百二十金尘 那月牙方便 产的产头 二尺多长 半尺多宽 正名化链 两边最金环 滑了扔山巷 下面的大月牙子 有半把 胶皮车轮那么大 好家伙呀 对位是顶天立地的 英雄汉 走出宿里 也不打话 举铲就批 就跟韩超大声 合胜一露面 那官官兵啊 就吓跑了四十多个 有逃命的 也有跑回住去 装送信的 合胜就跟韩超大声 两个人大战六十 为何难分善下 韩超打着打着一看 这个人的这个招数 我怎么越看越眼熟 这和尚我看着一面花 他赶快往外 这么一带马 和尚 把铲杖就横住 和尚也怪 他没带着我 他怎么跑了 韩超带马 跳出圈外 翻身有点安裘声下来 咔 被大刀往地上一张 装拳一爆 师父亲了 我看你招数十分眼熟 我跟你打听 你人你可认识 和尚把嘴这么一撇 有名便知 无名不晓 提起此人大大有名 他曾经在陕西老中精略府 率仗前当差 姓卢名他 朕观其卢皮侠 哼 摔家便是 这就是三权打死正途 最大三门 闹东京道拔锤阳柳 大闹野猪林 救走豹子头的 花和尚 韩超赶囊 大理参败 陆志生 把铲杖就扔了 花和尚就怕这个 他一生来 是轻硬 怕软 这人家都给你跪下了 自己敢当双手和尸 念生 弥陀佛 把韩超给掺起来 你是什么人 小弟 韩超 哎哟 见过一面 欲送我 倒 忘了 回来 赶快 陆志生 一点手 把屎边的那位叫过来 这是咱们的兄弟 小霸王 中东 我听看到说 有官军 拿秋车 有二龙 三陈 经过 我不管他 压的是谁 是哪里的官军 只要是官军 我就接 后来我才打听清楚 修车压的是 我兄弟 抱子头啊 所以说 才不要金 不要银 专要几辆修车 天地 你说这怎么办 哎 韩超一听 路人兄啊 我这就是把他们几家兄弟 送回良善 原来如此啊 跟我来 陆志生逼了产杂过来 咔咔咔咔 用产一批 把修车目楼全都砸碎了 兄弟们相互建立完毕 这就上了二龙山 陆志生设求款待几家兄弟 你们来个正好 我求林贤弟 给我搭个桥吧 由此咱们上水泊 我与周通贤弟 一同到水泊大营之中 绑着三哥宋公民 共破贼朝 住家庄 就这么着 二龙山 拔山起来 陆志生 寒涛临冲 这些位英雄 就来到了洛凤坡 即使与宋江正在整队相迎 可不是营贪们 原来拖塔 天王朝盖 已经下了梁山了 与此同时 吉时与接到了探道 说灯头是史文公 带领遗少人马 来帮死灭阎 罗助朝凤 这才金枪 对银枪 五沟 破追魂 二达 祝家庄 祝家庄 祝家庄